古代有人发动政变夺得了皇位,我们就会说他是皇袍加身,何谓皇袍? 他往往被看作古代帝王衣服的象征,唐高祖李渊甚至提出,禁止束不得以赤皇为衣服,一般老百姓不准穿赤皇色的衣服。 然而在唐宋之前,我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营正独独穿黑色的龙袍,里面居然暗藏玄机。 秦始皇营正生于公元前259年,是中国第一个自称皇帝的君主,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功劳远远超过之前的三皇五帝,取皇帝为尊称,他统一六国,杜梁恒,货币,文字,北极匈奴,南征百岳,修筑万里长城,是我国的千古一帝。 然而处于生产力低下,科技落后的年代,秦始皇也躲不过迷信,他对于五行学说深信不疑,对长生不老的追求更是十分疯狂。 当年他统一了六国,一些制度规定都还没有成形,他必须快速采取措施。 秦始皇之前的皇帝时期常常说土其圣,意思是皇帝为土,于时期花草植被中间都不会枯萎,于是宇说木即圣为木。 到了周朝,周温王时常感觉火即圣为火,根据五行里的规律,水克火,那么秦始皇就得是水,所以秦始皇会从水德,五行学说中水是黑色,意思是深渊无银之色。 深渊只很深的水,无银是永久长存的代名词,安全符合秦始皇的要求,那么哈车的龙袍必须是黑色。 后来汉朝推翻了秦朝的统治,汉高祖刘邦是讨根出身,为这些东西没有太多的讲究,于是西汉龙袍最开始也是与水得居,扶黑色,和秦朝龙袍保持一致,发展到汉文帝刘恒时才放弃了黑色。 根据史记,孝文帝本记记载,刘恒认为大汉王朝应该是火德,所以汉文帝15年扶黄色,16年扶红色,一直延续到了近代,龙袍都是大红色。 我们常常说的龙袍真正开始流行是在隋唐时期,当时同上以黄为贵,当年隋文帝穿着黄袍上朝,不过那时候百姓也可以穿黄色的服饰。 一直到了唐高祖武德年间,皇帝不愿意和一般人同着黄袍,而下召百姓不准穿黄色衣服。 那么黄袍加身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呢? 他始于陈桥兵变,中元960年的正月初一,传闻西班联合北汉南下宫州,宰相等人根本没有分辨真伪,就赶紧派赵矿燕带兵北上抗敌。 一行人来到了陈桥义,赵矿燕和赵福等密谋策划,发动兵变。 手下把早早准备好的黄袍披在赵矿燕身上,跪倒在地,拥立他为皇帝。 随后赵矿燕上位,改国号为宋,自此有了黄袍加身的成语,他比喻发动政变获得成功。 到宋仁宗赵真时期,他规定普通庶民不许以黄袍为帝或配置哈样。 从此,黄袍为皇帝所独有,黄色亦为皇帝专用,这时候还算是真正的皇帝穿黄袍。 不禁让人感叹仅仅是衣服的颜色,都暗藏着古代皇帝们的千万心思。